一个爱管闲事的大妈对自己未来儿媳妇的要求还挺多,不过这可苦了她儿子了。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马大姐选儿媳。 故事开始的时候,张家庄里是张灯结彩,鞭炮齐名好不热闹。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娶媳妇了呢? 其实是张铁牛家的小子张友才考中了举人。 他们全村人正在庆祝呢? 这有的看官就疑惑了,就考中个举人有什么稀罕的,还要全村放鞭炮庆祝。 这要是别人家儿子考中了举人,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动静的,最多就亲近的几家人庆祝一下。 那张友才有什么特殊的呢? 张友才和他老爹张铁牛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过张铁牛的老婆张友友才老妈马春花就有些不一样了。 这马大姐是他们村里出了名的爱管闲事的主。 不管是村里的大事小事,没有马大姐,不知道的,什么事都要管上一管,像什么谁不孝顺老娘了,谁偷拿人家东西了,谁欺负小孩了。 只要让马大姐碰上了他都会出手管上一管。 时间一长大火有事都找他。 马大姐也有能力,只要能给人帮忙的,都会给人办得好好的。 所以,这次他儿子张友才考中举人,全村都沸腾了。 张友才今天是举人,明天可能就是的,献太爷了。 而且大火冲着马大姐的面子都来他家里庆祝。 这一时间,张友才家里张灯结彩,村里鞭炮齐名,搞得好像张友才要成亲了一样。 马大姐也是场面人,见大火如此捧自己儿子的场,就在家里大摆宴席款待大家。 席间邻居吴大妈就说了, 马大姐,你看你家有才这么优秀,这找媳妇一定要找个漂亮的姑娘。 这以后生出的小孙子肯定是人中龙凤啊。 其实这吴大妈也是嘴上说说,可是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马大姐感觉吴大妈说得非常有道理, 自己儿子以后找媳妇一定得找个漂亮的。 这将来生的孙子定然能比过攀安。 现在儿子学业有成也该给他说个媳妇了,想到这里马大姐就说道, 吴大妈,你说得不错,这儿媳妇定要找个漂亮的,要不然这个事你给操心张罗一下。 吴大妈听后心里乐坏了,这可是给未来的县老爷张罗婚事, 要是自己把这事给办成了,以后张友才当了县令,指定不会忘了自己这个媒妇的, 然后满口就答应了下来,还保证明天就给马大姐带个姑娘来让她瞧瞧。 到了第二天,昨天喝的有些多张友才还在睡觉,就让马大姐给叫了起来说道, 友才你这可不行,就算是中了举人,也不能荒废了学业,怎么还能睡懒觉呢? 张友才迷糊地说道, 娘啊,昨天我喝的有些多,这才晚起了一会。 马大姐听后就说道,你赶忙收拾一番,一会你吴大妈就带来一个姑娘让你瞧瞧, 如果你要是相中了的话,娘就找个好日子把你的婚事给办了。 张友才听后,一个机灵就从床上爬了起来说道, 什么,成亲,吴大妈一会还带一个姑娘来,这不太好吧。 马大姐听后就说道,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现在已经是举人了, 有多少人家的姑娘想嫁给你啊,为娘的可得给你好好地把把关呢。 说话的功夫吴大妈就领着一个姑娘进马大姐家了, 招呼了一声,马大姐让张友才赶紧整理一番, 自己先出去迎客了。 没过一会的功夫,张友才从屋里出来了, 打了招呼之后,见到了吴大妈带来的姑娘。 这姑娘长得样貌还算是可以,就是皮肤黑些。 张友才见自己母亲表情不悦,就知道自己母亲没看上这姑娘。 果然等吴大妈带姑娘走后,马大姐就说了, 这个吴大妈还真会占便宜,先把她侄女给叫来了, 那姑娘长得这么黑,怎么能配得上我儿子呢? 看来这吴大妈办事不靠谱,这是我还是找媒婆去办吧。 然后马大姐就出门了。 等马大姐一走张友才就急了,没想到自己母亲办事这么利索, 说给自己张罗婚事,现在就忙上了。 可张友才心里已经有了一中人了。 这姑娘就是他们邻村里木匠的闺女香秀, 就是一直没敢和自己母亲说起这个事, 因为香秀不仅是样貌平凡,个头还不高, 而且皮肤也不算是很白。 从自己母亲今天的这个态度来看, 自己和香秀的事估计难办了。 想到这里,张友才也赶忙出门去找香秀了, 跟他商量一下这事该怎么办才好。 张友才把自己母亲找媒婆给自己说亲的事告诉了香秀, 香秀还没有说什么呢? 他弟弟李小宝就说道, 友才大哥,你可不能做出对不起我姐姐的事啊, 你们两个可是青梅竹马长大的。 我看不如这样, 你趁媒婆还没有找来姑娘的时候, 赶紧把我姐给带回家让你母亲看看, 说不定你母亲就中意我姐了呢。 香秀听后害羞地说道, 小宝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好意思去友才家里呢? 张友才听后就说道, 香秀的小宝说得有道理, 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告诉我母亲不用她再麻烦媒婆了, 我自己找到老婆了。 香秀听后脸更红了, 但还是跟着张友才去她家了, 毕竟这丑媳妇早晚都要见公婆的。 等张友才带着香秀到家的时候, 马大姐已经从媒婆那里回来了, 见自己儿子带着一个姑娘回来, 就赶忙招呼起来。 香秀也是热情地跟马大姐打招呼, 张铁手见自己儿子领个姑娘回来。 这心里明白是咋回事, 冲着张友才甩了一个眼神, 意思你小子干得不错。 不过马大姐上下仔细打量了香秀之后, 这脸色就不怎么好看了, 张友才见状心想完了, 自己母亲果然没有看上香秀。 香秀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气氛一时间就有些尴尬起来。 张铁程也看出气氛不对赶忙说道, 这都上午了, 老婆子赶快去做饭。 马大姐白了张友才一眼就去厨房了, 香秀一看也赶忙说道, 我也去帮忙。 然后就去厨房了。 张铁手这时候就把张友才拉到一旁问道, 你小子有喜欢的姑娘怎么没有早说呢? 张友才听后就说道, 本来我打算过段时间给你们说的, 谁知道我母亲突然对我的婚事这么着急起来。 张铁手听后就说道, 这都是你吴大妈看你中了举人, 想把她侄女说合给你, 才给你母亲提出的主意。 谁想到你母亲现在眼光变高了, 又看不上吴大妈的侄女了。 爱我看你带来的这姑娘, 你母亲也相不忠, 虽然是挺勤快的, 但这个头确实有些矮。 果然没一会的功夫, 马大姐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问道, 有才, 你不会告诉我你喜欢这姑娘吧? 张有才就说道, 母亲她是香秀, 就是小时候经常和我在一块玩的小姑娘。 马大姐听后就说道, 什么, 她就是李木匠的闺女。 哎呦都说, 这女大事八变, 以前挺水灵的一个小姑娘, 怎么成现在的模样了? 虽然香秀模样不错, 但个头不高, 而且皮肤还黑, 虽然比吴大妈侄女要好些, 但也不是我心中的儿媳妇的人选。 我劝你趁早和香秀散了, 我已经托孙媒婆给你说亲了, 我儿子以后可是要做官的人, 这媳妇当然也得拿得出门面才行啊。 等吃完饭张有才就把香秀给送回了家里, 李小宝就赶忙问道, 姐,怎么样, 未来的婆婆对你还满意吧? 香秀也没有说话, 直接就进屋了。 李小宝见状就问张有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姐怎么还不高兴了? 张有才叹息了, 一口气说道, 我母亲自从我中了举人之后, 这眼光也变高了, 香秀挺不错的, 我回去再做做我母亲的工作。 李小宝听后就说道, 姐夫, 我可就认准你这一个姐夫, 你可不能喜心厌旧, 把我姐给甩了呀。 张有才听后就说道, 这怎么会呢? 我跟香秀这么多年的感情, 是别的女子比不了的。 原来张有才小的时候非常淘气, 一次跟小伙伴去人家瓜地里偷西瓜, 不小心让人家给带到了。 当时张有才是小伙伴当中个子最矮的, 跑道也最慢, 没跑多远就让人给抓住了。 其他的小伙伴健壮, 吓得都一哄而散, 只有香秀又跑回来, 让那人放了张有才。 说自己愿意替张有才受罚, 结果就是香秀让瓜地的主人给打了一顿, 从那时候开始两人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张有才从那时也决定现在是香秀挡在了自己面前, 等长大后, 自己一定要娶香秀为妻。 替她在前面阻挡一切困难。 可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自己的母亲这一关了。 如果自己母亲不同意, 自己和香秀的事是成不了的。 这可把张有才给愁坏了, 不过让张有才烦心的事还在后面, 受马大姐的委托, 孙媒婆隔三差五就往张有才家带来一个姑娘来和她相亲。 张有才心里已经有香秀了, 别的姑娘长得再好看, 她也香不忠, 这是传到香秀的耳朵里, 她肯定会不高兴的。 这天孙媒婆走后, 张有才就说道, 母亲, 你别让孙媒婆往咱家里再带姑娘来了, 我都没有一个香重的。 你这样还影响我做学问? 马大姐听后就说道, 不让孙媒婆带姑娘来也行, 那你自己给我带回来, 但不要再带像香秀那样的姑娘了, 你往家里带些漂亮的。 张有才听后就说道, 你别让孙媒婆再来就行了, 然后张有才就出门了。 心烦意乱的张有才走了没几步就碰到李小宝了, 李小宝见到张有才就说道, 姐夫, 我正找你呢, 我姐这几天心烦意乱的, 这饭也吃得少了。 你赶快跟我去劝劝吧, 张有才听后赶忙跟着李小宝去他家了。 几天的时间不见, 香秀果然消瘦了不少, 可把张有才给心疼坏了。 李小宝就说道, 姐夫你有没有说服你母亲接受我姐姐呀? 张有才叹了一口气说道, 哎, 这个事我跟我母亲说了多次了, 可他就是不听, 非要给我找个漂亮的媳妇。 李小宝听后就说道, 姐夫, 亏你还是读书人呢, 你想想办法呀。 张有才就说道, 这种事我能有什么办法? 李小宝听后, 想了一会就说道, 看你们两个都这么难受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我给你们出个注意吧。 看着李小宝一本正经的样子香秀被逗笑了说道, 你是怕失去以后献老爷的姐夫吧? 李小宝就说道, 姐, 我可是见你这么多天吃不好, 苦思冥想才想出的这么一个主意, 你们要是不想听就算了。 张有才听后赶忙说道, 听, 怎么不听, 小宝你赶快说说。 小宝就凑在张有才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张有才听后笑着说道, 行, 还是你小子有办法, 我这就去办。 然后张有才就走了。 春秀见状赶忙问道, 小宝你给有才出了什么主意呀, 他怎么就走了? 李小宝就笑着说道,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安心在家等我姐夫来娶你就行了。 再说, 张有才从李小宝家里出来之后, 就去集市了。 到下午的时候, 就领着一个姑娘回家了。 马大姐一看自己儿子领着一个姑娘回来了, 这脸色一下子就拉下来了。 因为张有才这次带的姑娘, 个头比香秀还矮一些, 皮肤更黑, 而且还很瘦弱。 尽管马大姐对这姑娘没说什么难听的话, 但张有才心里明白, 这姑娘自己母亲保证没有香种。 果然, 等张有才送那姑娘回来之后, 马大姐就对她一阵数落。 我说, 你小子怎么回事? 怎么这次带的姑娘还没有香秀好看? 你故意气我的是不是? 张有才就赶忙说道, 母亲, 这选媳妇不能光看外表啊, 你看刚才那姑娘多会说话, 而且干起家务一点也不你差, 这去回家里多好啊。 马大姐听后就说道, 不行, 这是坚决不行的, 就算是你香种的, 只要我没有看上她就不能进咱家的门。 张有才听后就说道, 行, 一切都听您的, 明天我再给你领来一个。 到了第二天, 张有才果然又领来一个姑娘, 不过和昨天不同的是这姑娘, 绝对是一个大美女级别的人物。 柳叶湾眉姓和眼, 粉面桃腮杨柳细腰。 是个男的见了, 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马大姐见着了姑娘之后, 高兴得都合不拢嘴了。 这才是自己心目中儿媳妇该有的模样, 拉着人家姑娘就问东问西的, 然后又嘱咐张铁手去把家里的老母鸡给宰了。 再去街上买两条鱼, 好好的招待人家一番。 趁着人家姑娘去方便的时候, 马大姐就说道, 好小子, 你这从个哪里找得这么漂亮的姑娘, 长得就跟一朵花似的, 对了人家姑娘叫什么名字。 张有才就说道, 这可是城里王园外的闺女, 名叫月如。 马大姐听后高兴地说道, 真不错, 月如这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 这家事还好。 这多姑娘我就相中月如了。 然后马大姐就去厨房忙活了。 可等到吃饭的时候, 马大姐就傻眼了, 丰盛的饭菜端上来之后, 月如连筷子都没有动。 马大姐见状就说道, 月如, 赶快吃吧, 这都是我精心给你做的。 谁知道, 月如没好气地说道, 伯母, 平日里你们就吃这些东西啊, 这能吃吗? 你看看这么多油, 吃完人会胖的。 还有这鸡, 挨压身上还有毛没有拔镜呢。 马大姐听到这里, 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 自己辛辛苦苦做的这一大桌子菜, 月如竟然没有一个合胃口的。 张友才见状赶忙把筷子递到月如的手里说道, 时间有些仓促, 做这些费不少功夫的, 你多少吃点啊。 月如这才不情愿地拿起了筷子, 随便吃了两口就说道, 这菜也太咸了吧, 这怎么吃啊? 然后筷子一放就说道, 张友才你家的饭菜我实在吃不惯, 我先走了。 然后月如就在马大姐和张铁手的木凳口呆下走了。 张友才见状就要去追赶月如, 却让马大姐一把给拉住了说道, 你小子怎么搞的? 这找的什么姑娘啊? 怎么这么没有教养? 大户人家的小姐怎么了? 我儿子以后可是要当现老爷的, 还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 张友才听后委屈地说道, 母亲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找的, 月如不能说不漂亮吧, 个子也高对吧, 比我之前找的都要强上不少吧, 这您还不满意啊。 马大姐就说道, 这姑娘长得确实不错, 但这脾气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人呢。 你们要是成了亲, 我们还不得天天吵架呀, 这可不是找了一个媳妇, 而是找了一个活祖宗啊。 这个不行, 坚决不行。 从这之后, 张友才又接连往家带了好几个姑娘, 长得好看得脾气不好, 脾气好的长得不好看, 可把马大姐给仇怀了。 这天马大姐对张友才说道, 友才啊, 要不你再把那个香秀叫家来让我看看。 看了这么多姑娘之后, 我还是觉得香秀比较好。 张友才听后, 心里狂喜, 但还是镇定地说道, 母亲您这是让我去求人家呀, 行是行, 可我也不能空着手去啊。 马大姐听后, 就回屋给张友才拿了些钱说道, 当然不能空手去了, 你买些礼品再去啊。 就这样没过多久。 张友才和香秀的婚事就定了下来。 原来这都是李小宝给出的主意, 让张友才去集市雇佣人家姑娘, 在自己母亲面前表现出各种缺点, 让马大姐对比之下对香秀印象好起来。 这事就成了。 宋辽交战时期, 江湖势力为得到朝廷助力, 纷纷投效朝廷。 而有一些门派则是不懈投效, 纷纷封锁山门, 禁止门下弟子出山。 而在桃园山的半山腰, 这里桃树遍布, 在桃树最中央的地方, 矗立着一座桃花宗。 门派内共有五人, 师父岳君, 三十九岁, 江湖人称君子贱, 一生光明磊落, 武功高强, 师娘白晶晶, 江湖美人榜排名第六位, 如今二十六岁, 魅惑天成, 敢爱敢恨, 师妹林悠然, 同样是江湖美人榜排名第三位的存在, 人称冷美人, 还有一个哑巴师弟, 资质平平, 但是为人勤快。 大师兄李晨安, 深得师父师娘的传承, 剑法出神入化, 如今二十三岁便已经是江湖青年排名第二的存在。 此时的桃花宗内, 岳君正在抚擒, 林悠然剑舞犀利, 剑气将场中的桃花展落, 李晨安躺在一株桃树上, 大口喝着桃花酿。 李晨安, 你又偷酒喝, 你知不知道你的体质不能喝酒, 再说我酿酒容易吗? 再敢偷喝, 腿给你打断。 只见一个绝美的女子正追着李晨安跑, 正是白晶晶。 师娘, 我知道错, 大不了我这次下山给你带桃花酥。 哼, 这还差不多, 不过这次下山你自己小心点, 如今江湖不太平。 师娘放心放心。 以我的武功, 打不过还逃不掉吗? 旁边的哑巴师弟正在采摘桃花, 给师娘酿酒用, 师娘什么都好, 就是好酒, 这也是师父最排斥的一点, 一旦碰酒, 门都不让他进。 李晨安之所以不能喝酒, 就是因为当年与魔教的一场大战, 体内残留着魔教教主的内力, 喝酒便如刀割, 但他却极其是酒, 只要一天不喝, 就浑身难受。 晨安, 过来。 岳君将他喊了过去, 师父, 有什么吩咐? 这次下山你主要就是探查当年的魔女, 是不是真的死了? 有传言说, 在北海一带看到她。 是, 师父, 切勿感情用事, 记住, 她是魔女, 与我们正派势不两立。 是, 李晨安下山了, 带着师娘最爱的桃花娘。 她一路来到北海, 一路上看到各大势力之间的厮杀, 早已麻木, 如今天下大乱, 武林更是乱得厉害。 距离北海最近的一座城镇, 名叫黑水城, 这里十分热闹, 江湖各大势力齐聚之下, 更是壮观。 不知不觉, 李晨安来到了一座青楼, 当即便走了进去, 以前的一个朋友总说, 青楼的酒更好喝。 前脚刚踏入青楼, 就被一只手拉住了, 他转身看去, 哟, 老周, 你也来喝酒。 屁, 老子是来泡妞的。 你难道不是冲着素素姑娘来的? 什么素素姑娘? 酒葫芦没了, 我要喝酒。 真是个酒疯子, 身边两大美女资源不知道享用, 天天只爱喝酒。 李晨安没有管他, 老周, 江湖有名的采花大盗, 到现在还没死, 就足以说明其实力了, 他的轻功可谓是独步天下。 突然, 琴声响起, 一道道五颜六色的长陵漫天飞舞, 随后一个身影从空中落下, 无数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李晨安喝了口酒便坐在那里嗑瓜子。 一曲舞弊, 老宝走了过来, 这位公子, 我们家素素姑娘, 让你上楼一叙。 李晨安愣了下, 随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 下上了二楼。 我哪点比不上那个小白脸? 李晨安, 江湖青年榜排名第二, 除了当年已经死了的魔女, 没人是她的对手, 其师父君子剑, 一柄快剑斩杀了多少强敌, 随后便再也没有了声音。 李晨安坐在凳子上, 垂着眼眸, 什么时候醒来的? 三个月前从湖底苏醒, 多亏了当年你给我的那部功法, 让我假死沉眠, 我还以为你认不出来我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死, 换个身份活着, 挺好。 可, 有些事, 由不得我们, 你说是吗? 当年我不曾杀一人, 不曾做一件坏事。 你们名门正派, 却要置我于死地, 如果不是你, 当年我便杀光了那群人, 你知道我这次为何而来? 当然, 楼下哪个不是为了杀我? 那你还不赶紧跑? 你舍得我受伤吗? 云若, 当年不就我亲手杀的你, 你说呢? 你的剑不会偏, 当年把我吃干抹镜皮裤子就走的人。 那你不也追杀了我三万里, 几次差点把我杀了? 我希望你这次不要插手, 我要报仇。 你也别逼我出手, 否则, 这次我不会刺天。 你, 舍得吗? 云若戳了戳他的心口, 李晨安叹了口气, 不再看他, 只是一口接着一口喝着酒。 算了, 不完了, 我已经脱离了魔教, 看把你给愁的。 真的? 嗯, 真的, 我打算陪你回去, 双宿双漆, 如何? 这, 我师父不会放过你。 我不怕他, 我沉眠的这三年, 功力早已举世无双, 而且这张脸这辈子只有你见过, 没人能够认得出来。 李晨安想了许多, 最后说道, 你在北海等我, 回去我告诉师父一声, 我要脱离宗门。 云若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 献上了自己的红唇, 一夜无画, 第二云若醒来的时候, 李晨安早已消失不见。 这吃干抹镜提裤子就跑得得行。 真是一点都没变, 我就在这里等你, 李晨安出城又遇到了老周, 只见老周一脸猥琐, 怎么样, 拿下没? 昨晚你可一晚上都没出来啊, 那姑娘太漂亮了, 感觉比当今世上第一美女诗柔也不遑多让。 废话怎么那么多, 我要赶回宗门, 别妨碍我。 老周就这么掉在他的身后, 不紧不慢地跟着, 李晨安也无奈, 最后停下脚步, 你到底怎么回事?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喜欢跟着人? 我有自己的苦衷, 兄弟, 我保证不打扰你。 李晨安不管了, 随他去, 因为用了轻功, 所以仅仅半月便到了桃花宗的山下, 他买了师娘最爱吃的桃花酥, 便回到了山上。 月君看到他回来以后, 那魔女死了? 已经调查了, 他三年前就死了, 最近冒出来的不过是魔教心力的圣女。 好, 你先回屋里休息。 李晨安回到屋里, 不知为何, 竟然沉沉睡了过去, 一直到半夜, 听到外面的脚步声, 睁开双眼。 看到一道黑影从师娘的房间一闪而逝, 他没想那么多, 直接运转轻功, 来到师娘房间。 此时的白晶晶衣衫有些凌乱, 脸色潮红, 屋子里的味道有些不对, 他急忙停住呼吸。 师娘, 师娘, 你怎么了? 白晶晶睁开眼。 双眼迷离, 直接搂住了他的脖子。 就在这时, 门被踹开, 月君林悠然站在门口, 林悠然瞪大着眼睛, 月君满眼的杀气。 聂徒, 七师灭祖, 师娘, 你都能下得去手, 今日, 便是你的死期。 李晨安有口难辩, 而月君, 根本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 月君的剑, 是出了名的快, 李晨安没有带剑, 何况身上还挂着师娘。 当运转功力的时候, 更是感觉到内力一致, 就这片刻的功夫, 剑已经穿过了他的肩膀, 直接将他与白晶晶刺穿。 剧烈的疼痛让白晶晶清醒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月君, 你这是什么意思? 勾搭徒弟, 你有为父道, 今日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悠然出手杀了他们。 白晶晶看着李晨安肩膀上的黑血, 怒了, 月君, 你这个卑鄙小人, 竟然用对自己的弟子用毒。 他抽出长剑, 但是也不是月君的对手, 节节败退。 就在这时, 老周破门而入, 拽着两人头也不回地朝着外面跑去。 月君此时搂着林悠然, 悠然, 以后这里就只有我们了。 师父, 我们这样真的好吗? 如果他们乱说, 该怎么办? 放心, 我的毒, 天下无双, 无人能解, 而且我已经散出消息, 白晶晶与徒弟的奸情, 并且下了追杀令。 他们只会像丧家之犬一般, 是啊, 为了这一天, 我们谋划了三年, 先在李晨安的屋内下毒, 无色无味, 让其昏睡, 然后再给白晶晶的酒水中下毒, 让其意乱神迷, 最后制造黑影, 让李晨安担心白晶晶, 肯定会进入她的房间, 一环接着一环, 而她一定想不到这就是她的师父下的圈套, 直到我秘密的人都得死。 白晶晶的肩膀也流出黑血, 老周坐在旁边不停地喘息。 李晨安看着师娘身上的毒, 走到师娘面前, 师娘得罪了, 直接一掌贴在她的伤口处, 将毒素全部吸到了自己的身体。 白晶晶慢慢醒来, 看到这一幕, 晨安, 你助手, 你会死的。 师娘, 当年是你救我回来, 这条命就是您的, 而且我功力深厚, 不见得会死。 老周在一旁干着急, 兄弟, 你可不能死啊, 你死了, 我也得死啊。 我应该猜出来了, 你将这封信给她, 我师父绝对下了江湖追杀令, 以师娘的武功享, 活着不难, 而你只有轻功, 还有身上的毒。 老周咬了咬牙, 兄弟, 你一定要撑到我回来。 说完直接拿着新运气, 轻功朝着北海奔去。 果不其然, 江湖各大门派对李晨安的鄙视, 当然还有羡慕, 那可是美人榜上的美女啊。 短短一天的时间, 他们就遇到了七波杀手, 两个人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不计其数。 师娘, 有酒吗? 有, 还有最后一瓶, 你省着点喝。 白晶晶泪如雨下, 此时的她如何不知, 自己撞破了她的秘密, 她肯定会杀了自己, 而那套剑法是陈安带回来的, 定然也不会饶了陈安。 全身散架一般的疼, 山洞中, 李晨安苦笑, 师娘, 你走吧, 我怕是撑不住了。 她挣扎着站起来, 看着山洞外数十人, 抽出长剑, 低贺一声, 天涯。 她化作无数道残影, 瞬间击杀百人, 剩下的人都被吓走, 李晨安倒下了。 此时的李晨安进气比出气多。 陈安, 你醒醒, 不能睡, 千万不能睡啊, 我以后还要给你酿桃花醉, 你还没喝过呢? 桃花醉, 一听, 就很好喝, 真想喝一口啊。 随后, 李晨安慢慢闭上了眼睛, 白晶晶不断传内力给她, 帮她吊着最后一口气, 这是她白家的不传之秘, 就连阅君都不知道, 只是两人已经无法分开, 分开片刻, 李晨安就会死。 她用绳子将李晨安困在背上, 此时的北海, 老周瑟瑟发抖, 云若看完手里的信, 混蛋, 随后将解药丢给了老周, 直接朝着桃花宗杀去, 这一路遇到的名门正派。 她一个也没放过, 一时间魔女的称呼, 再次响彻江湖。 桃花宗杀下, 白晶晶浑身是血, 长剑已经锻炼, 她要回去, 要找到解药, 只有解药, 才能救陈安一条命。 白晶晶, 我们真是小看了, 你们这对肩夫淫妇, 竟然撑到了现在。 此时, 岳君从山上飞下, 这轻功堪称绝代, 落在众人面前。 岳掌门, 您是要亲自动手。 杀了他们只会脏了我的剑, 我看着你们杀。 是, 岳掌门。 卑鄙小人, 我真是瞎了眼, 看错了你。 陈安, 对不起, 师娘没用, 保护不了你了。 一瞬间无数剑气朝着两人袭来, 谁敢, 一声, 娇鹤从远处传来, 一个身穿红裙的女子从天而降, 逼开了所有剑气。 这时候, 白晶晶才注意到她的衣服是白的, 而红裙正是鲜血染红, 北海到桃花宗最少需要半月, 而她只用了三天。 她看了眼白晶晶和李晨安, 稍微松了口气, 你好好照顾晨安, 其他的交给我。 白晶晶早已没了力气, 瘫倒在地, 体内的内力更是少得可怜, 但仍然维持着那份生机。 魔女竟然真的没死。 月君看着云若, 轻笑道, 你来了就能改变结局吗? 不过是多送一条命而已。 你干的? 什么? 他们身上的伤口, 你干的? 徒弟染指师娘, 我能不杀吗? 好, 很好, 非常好。 大战一触即发, 云若第一次拿出了腰间的软剑, 而月君的快剑根本无法靠近他。 接下来, 月君突然捏起来兰花纸, 剑招变得阴险凶狠, 一时间云若有些招架不住。 你竟然练了那本剑法? 哼, 只要能够无敌, 付出点代价又如何? 江湖人称的君子剑, 竟然是如此小人行径, 你, 真该杀呀! 云若身后漂浮着无数的树叶, 直接朝着月君杀去, 随后一套更加灵力的剑招出手, 破开了月君的防御, 一剑贯穿。 不可能, 怎么可能有比天蝎更厉害的剑法? 你不配知道, 给我死。 月群世界炸得四分五裂, 其他人看到就想跑, 但是被云若直接杀了, 随后来到白晶晶身旁, 怎么样, 还坚持得驻步? 还, 还行, 你有办法吗? 有, 但是如今你用了白家的秘术, 不能分开, 所以我的内力只能通过你体内传送过去, 帮他逼出所有的毒, 你要忍受经脉断裂之苦, 有可能会成为废人。 好, 你动手吧。 云若没有说话, 直接坐在地上, 排山倒海般的内力倾泻而出, 白晶咬牙坚持。 他不能昏迷, 扑, 突然, 一件贯穿云若的胸口, 他不敢分心。 哈哈, 魔女就要死在我的手上了。 随后, 林悠然再次一件次来。 就在此时, 一个个子矮小的人出现在他面前。 正是哑巴失地, 浑身是血。 他用命拖着林悠然, 云若看了一眼他, 你最好祈祷我死, 否则, 我让你知道 什么是剥皮抽筋。 林悠然可不会吓到, 直接将哑巴甩到一旁。 再次一见袭来, 白晶晶突然睁开眼, 一掌击出, 将林悠然击飞数十米。 这一掌又差点要了他半条命。 终于李晨安的毒逼出来了, 面色也在恢复正常, 白晶晶终于忍不住了, 晕了过去。 云若起身, 看着伤口的黑血, 一丘之河。 他百毒不侵, 当然无碍, 直接将林悠然打成飞灰, 拿出一颗绿色的药丸, 塞到哑巴嘴里。 随后带着三人来到了桃花宗, 看着这里的桃花林。 一直到半个月后, 白晶晶与李晨安先后苏醒。 至此, 三人隐居在桃花宗, 哑巴在学到一身本领后, 在山下开了个桃园宗, 广收门徒。 咱们如果有做生意的朋友, 最爱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生意兴隆, 恭喜发财。 可就是有这么一个寡妇, 偏偏希望自己的生意不要太好, 平平淡淡就行, 可每次都是事与愿违, 不管她做什么生意, 都是好的出奇,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就是今天要说的故事, 赵寡妇开店。 故事发生在明朝的时候, 河北的张家庄有个叫赵翠花的寡妇, 赵寡妇是人如其名, 长得跟花一样好看, 自从丈夫张大宝过世之后, 就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张小宝独自生活。 有不少人贪恋赵寡妇的容貌, 也不介意她带个孩子, 请媒婆到她家里提亲, 其中就属王家庄的王有钱追求的最为厉害。 这个王有钱在他们庄里是个人物, 在集市上开了一个小饭馆, 还雇了两个伙计帮忙, 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虽然事业有成, 但王有钱的感情生活不是很顺利, 早年间也娶了漂亮的媳妇, 可没出几年的时间, 她媳妇就得病走了。 之后也有不少媒婆前来给她说媒的, 但王有钱就是相中了赵寡妇了。 除了让媒婆给去赵寡妇家里提亲之外, 王有钱还隔三差五地买不少东西去家里看她。 周围的邻居见状都劝说赵寡妇嫁给王有钱, 毕竟一个女子再带一个孩子生活。 十分的辛苦。 也许是周围邻居的劝说让赵寡妇动了心, 也许是王有钱的真诚打动了赵寡妇, 最后赵寡妇就嫁给了王有钱。 王有钱如愿娶了赵寡妇之后, 把她当成宝贝捧着, 自己也没有儿子, 把小宝当自己亲儿子一样看待, 还把小宝送到城里最好的学堂念书去了。 看着赵寡妇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另外一个叫月娥的寡妇就不乐意了。 这月娥和王有钱是一个庄子上的, 她对王有钱是垂涎已久了, 一门心思地想嫁给她, 过上阔太太的生活。 为了嫁给王有钱还对她进行色诱, 可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王有钱对她是不感兴趣, 最后还还是娶了赵寡妇。 从这之后, 月娥就痛恨上了赵寡妇了, 认为是赵寡妇抢了自己美好的生活。 在庄子里不说赵寡妇一句好话, 尤其是这段时间, 月娥在庄子里传得更开了, 说赵寡妇就是一个狐狸惊刻复命。 原来王有钱最近不知道咋回事地上了一种怪病, 没多久就卧床不起了。 赵寡妇在床边精心地照料, 还请了不少郎中给王有钱治治病。 可王有钱的病情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后来直接一撬辫子就挂掉了。 这下月娥更是到处说赵寡妇是个克夫命, 她之前的丈夫张大牛就是得病死了, 现在王有钱又得病死了。 这种女人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不能要啊。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一时间关于赵寡妇是克夫命的传言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也多亏了月娥从中推波助澜, 虽然赵寡妇年轻貌美, 还继承了王有钱的家产, 但没有一个人敢再去追求赵寡妇的, 都害怕自己要是娶了赵寡妇, 不是享福的, 而且给赵寡妇送家产的, 王有钱就是很好的例子。 虽然没人追求打扰, 但流言蜚语让赵寡妇也是不堪其扰, 于是就搬出了庄子, 到集市上的小饭馆去住了。 王有钱走了之后, 赵寡妇就继承了她在集市上的饭馆, 当起了老板娘了。 月娥一看这赵寡妇去饭馆住了, 于是又到集市上散布赵寡妇的谣言, 这下又让不少对赵寡妇有意思的人打消了念头。 虽然没人对赵寡妇骚扰了, 但也严重影响了她饭馆的生意, 后来请的伙计都走了, 生意也是越来越差。 赵寡妇只好把饭馆改成了小面馆, 虽然挣得不多, 但也能够赚够她和小宝的生活费, 赵寡妇的小日子就这么一直平淡地生活了下去。 一晃十来年的功夫就过去了, 张小宝也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 老话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何况小宝从小就饱读诗书, 不能一直在一个小面馆里给自己母亲打下手, 所以就外出闯荡去了。 赵寡妇就每天守着她的小面馆平静的生活, 可这平静的生活, 没过多久, 就因为一个人的到来, 就被打破了。 这个人是谁呢? 怎么会打破赵寡妇平静的生活呢? 看到这里大伙, 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咱们接着往下说。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本县的父母官县令周大人。 上次周大人带着师爷张成到赵寡妇店里吃了一碗面之后, 说赵寡妇做的面非常筋道, 汤汁鲜美, 吃了之后让人流连忘返。 从这之后, 赵寡妇面馆的生意就爆火起来, 先是城里的大户人家隔三差五的来赵寡妇这里包厂吃面, 然后就是城里的好吃的美食家来店里光顾, 赵寡妇是从早忙到晚, 又招了两个干活的伙计, 这才勉强稳住了局面。 赵寡妇的生意爆火, 这让她非常高兴, 虽然是泪点苦点, 但她也愿意的, 因为赵寡妇想多挣些银子, 将来好给自己儿子娶个好媳妇。 不过随着赵寡妇生意的爆火, 就有各种流言蜚语流传了出来, 有人说虽然这赵寡妇四十多岁了, 但模样俊俏, 风韵犹存, 最有女人味, 肯定是周大人看上她了。 还有人说是赵寡妇利用自己美色来诱惑时刻。 来达到自己生意爆火的目的。 不过多数人还是更相信第一种说法的, 因为这段时间里, 集市上大大小小的面馆, 都遭受到了衙门的各种检查, 有的不达标的直接就给查封了。 周大人给出的解释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考虑, 才这么做的。 这集市上差不多就剩下赵寡妇一家面馆, 生意不好才怪呢。 赵寡妇也听到这些流言蜚语, 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何况现在自己生意还那么火爆, 自己能有啥办法。 半个月之后, 赵寡妇才明白了自己的面馆生意红火的原因, 并不是向大火船的周县令看上了自己, 而是另有原因的。 前几天, 赵寡妇收到了自己的儿子的一封来信, 看了信上面的内容之后, 赵寡妇是由喜有仇。 喜的是信上说, 张小宝的才学让知府大人给看上了, 留在知府大人那里给他当师爷呢, 可以说是少年得志, 前途一片光明, 再过一段时间, 就回来看自己。 说到这里有的看官, 就疑惑了, 张小宝现在在知府大人手下做事, 赵寡妇还发什么愁呢? 其实让赵寡妇发愁的, 正是他现在非常火的面馆生意。 肯定是周大人事先知道了, 自己儿子在知府大人那里做事, 他才特意到自己面馆吃饭, 然后又借口查封了其他的面馆, 他这么做明显就是讨好自己儿子的做法。 万一这周大人以此为要挟, 通过自己儿子来达到什么不法的目的? 自己岂不是成了自己儿子的累赘, 害了自己儿子吗? 为了不给自己儿子找麻烦, 赵寡妇毅然决然地就把自己的面馆给关门大吉了。 大伙都十分不解, 这赵寡妇生意好好的面馆, 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呢? 面馆关门之后, 赵寡妇就没事干了, 可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于是就把面馆给改成了卖菜的了。 可让赵寡妇没想到的是, 他的菜不论好坏, 只要是一开门, 就让个城里大户人家下人给抢购一空了, 而且还不问价钱。 赵寡妇只卖了两天的菜, 又有人开始说风凉话了。 说赵寡妇攀上了周大人是真不赖, 不管是卖什么都是生意火爆。 赵寡妇一看这也不是办法, 看来不管自己卖什么东西, 都会让周县令给盯上的, 那些求周大人办事的大户人家, 为了讨好周大人就会到自己这里买菜。 这样的话自己肯定会给儿子以后带来麻烦的, 干脆这菜赵寡妇也不卖了, 又关门大吉了。 可赵寡妇忙活了大半辈子, 这一时间闲了下来, 还真的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赵寡妇把铺子关了之后就回了老家了, 打算把老家的房子的收拾一下, 在老家种地生活。 不过等赵寡妇回家之后就愣住了, 原来她的老家的房子常年无人居住。 年久时休, 已经不能住人了。 赵寡妇就想找几个工匠把自己家里给翻修一下, 于是就出门去找工匠。 可还没走出庄子呢, 就看到有不少人都去了月娥的家里, 她家里还传出了哭声。 赵寡妇就拦住了吴大妈询问什么情况, 吴大妈说道, 这月娥不知道咋回事, 前段时间突然就得病了, 先是嘴角溃烂, 后来严重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再到后来连饭也吃不下了。 你说这人连东西都吃不下了, 那能好得了吗? 这不今天人就没了。 说完吴大妈就走了。 赵寡妇并没有去月娥家里吊咽, 因为赵寡妇知道自己以前的谣言, 都是月娥给她传扬出去的, 自己和她关系不好, 去了也是给自己惹麻烦。 不过赵寡妇随即心里一动, 也不找工匠修缮自己的房屋了, 她突然就想到了自己要卖啥东西大伙, 不会抢着来卖了。 那就是棺材? 这东西只有死人才能用得上, 谁会没事买一个这东西放家里呢? 于是赵寡妇就折回了铺子里, 请了几个工匠来, 一顿操作把之前卖菜的铺子改成了棺材铺了, 然后又弄了几口棺材放在铺子里, 算是开张了。 这下赵寡妇算是清静下来了, 果然是没人愿意买这东西在家放着呢。 虽然生意清淡, 但好在自己有个事情可以做作。 也不至于这么无聊, 这下自己应该不会给儿子留下什么麻烦了。 不过赵寡妇这也是算了, 每两天的工夫就有人上门来买他的棺材了。 这人是城里张员外家的下人。 张员外说了, 谁家以后要是有人没了, 需要棺材的, 一律都到赵寡妇那里去买。 赵寡妇听后也是没有办法, 没想到这个周县令还真是对自己盯得很紧, 自己做点啥买卖, 他都能给掺和一下。 自己是开铺子的, 总不能刚开张就把人往外撵的理。 赵寡妇心里虽然是别扭, 还是卖了一口棺材给那个下人。 这下大伙都不淡定了, 之前的谣言说周大人看上了赵寡妇, 这明显不对。 因为大伙都知道, 这张员外和周大人是最不对付的, 这种事情上张员外指定, 不会听从周大人的安排的, 现在既然张员外也让下人来支持赵寡妇, 不可能是张员外也看上了赵寡妇。 于是就有好事的人开始打听了, 难道这赵寡妇做生意有什么秘诀不成, 不管做啥生意都火得一塌糊涂。 最后还真的有人打听出来了, 这赵寡妇生意火爆权是因为她儿子张小宝。 张小宝现在在支付衙门当差, 比周县令高了一个级别, 周县令定然会通过巴结她母亲的方式来讨好张小宝。 张员外也不用说了, 肯定也是知道了赵寡妇儿子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 没半个月的功夫, 赵寡妇棺材的生意也出奇的好了起来。 半个月就卖出了八口棺材。 这让其他的同行看得是非常眼红。 百姓们都是容易跟风的, 见那些豪门富户都从赵寡妇那里买棺材, 他们也跟着买。 在乡下还流传了一个说法就是, 赵寡妇祖上积德坟地占了风水, 再加上她儿子现在在支付衙门当差。 现在你家老人用了赵寡妇卖的棺材, 等于沾了灵气, 以后的儿孙定然也会大有出息的。 这以前的时候, 乡下人好些迷信地都信了这个。 听了这些议论、传言, 赵寡妇背后直骂周县令的娘, 可想想又奈何不得人家。 周县令又不亲自出面, 自己也不是强买强卖。 赵寡妇想不出办法, 只好自己宽慰自己, 自己这小县城人数有限, 死人的事毕竟是很少发生的, 只要不死人, 周县令就是有天大本事, 自己的棺材也不会成为畅销货。 想到这里, 赵寡妇就在心里默默祷告, 愿上仓保佑, 大伙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虽然赵寡妇不愿意多卖棺材, 但有个人愿意, 这人就是李家庄木匠李大锤的儿子李大嘴。 因为赵寡妇卖的棺材都是他老爹李大锤给打造的, 李大锤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棺材也会成畅销货, 为了售卖更多的棺材。 上面说的那个赵寡妇家里祖上积德的说法, 也是李大嘴想出来的, 然后就四处的散播, 目的就是想让赵寡妇多从自己老爹这里进棺材。 也可能是赵寡妇的诚心祈祷感动了上天, 他的铺子半个月没有开张了, 这也说明没人忙顾, 赵寡妇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赵寡妇是高兴了, 但周县令就不高兴了, 以前大牢里要是死了人, 为了节省开支, 直接就把人给扔到乱葬岗了, 现在赵寡妇的生意不好, 周县令就过意不去了, 吩咐不快, 就算是大牢里死了囚犯, 也不能像往常一样扔到乱葬岗, 要从赵寡妇那里买口棺材给葬了。 这一下,赵寡妇的生意又火了起来, 到了月底赵寡妇一盘算下了自己一跳, 这一个月自己卖出了二十口棺材, 这要是传到知府大人耳中, 那知府大人会怎么样看待自己儿子? 看来这棺材也不能卖了, 于是赵寡妇一狠心就把棺材铺给关门大吉了。 关门之后, 赵寡妇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 自己现在年岁也大了, 地里的重活也干不了, 卖些东西还怕误了自己儿子的前程, 抑郁寡欢之下, 赵寡妇就病倒了。 张小宝知道自己母亲身边之后就前来探望, 了解了自己母亲生病的原因之后, 张小宝是一肚子无名火却发不出来。 赵寡妇请求儿子, 让周县令不要老实地盯着自己了, 不然自己的病好不了, 张小宝是连忙答应了下来, 等赵寡妇病好之后, 张小宝就走了。 没出一个月, 周县令就调任一个富裕的安阳县城去了, 虽是没有升官, 那也令人羡慕, 安阳县可比这里富裕多了。 尽管上面说的是检查的时候, 发现周县令给死囚卖棺材安葬, 充分体现出了周县令对犯人的尊重, 既然对死人都这么尊重, 那么对活人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才把周县令调任到更大的县城去的。 但大伙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赵寡妇的病好了之后还是闲不住, 这周县令也调走了, 自己还是干回老本行吧, 于是又把棺材铺改回了面馆。 水料面馆重新开张的第一天, 新上任的马县令带着师爷张成就走了进来。 赵寡妇一惊,血压蹭得升高, 得又一次病倒了, 最后没办赵寡妇, 只能把铺子给转了出去, 投奔自己的儿子去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马家庄里, 庄子里有个名叫马铁手的老汉。 马老汉今年已经快六十岁了, 平日里也没有啥爱好, 就好去街上的古玩市场转悠一下, 从市场上买上两个稀罕的小物件放在家里。 有的看官就说了, 这马老汉估计是个倒腾古玩的, 想在市场上捡个漏回去, 说不定那天就发了财了。 其实不然, 马老汉去古玩市场买东西是有个人目的, 不过他并不是为了发财。 他之前是在衙门当铺头的, 后来因为在一次抓捕强盗的过程中, 让对方的暗器刺中了腿。 可恶的是, 这暗器上还未喂了毒, 虽然后来经过郎中的救治, 没有伤及性命, 但马老汉的腿留下暗疾病, 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 就疼得难受。 然后他就从衙门辞职了, 县老爷为了照顾马老汉, 就把他儿子给弄到衙门去了, 管管后勤的傻的。 马老汉平日里没啥事情, 就到街上转悠一下, 帮他媳妇无事干干家务, 这小日子过得倒也逍遥自在。 咱们前面说了马老汉去买骨丸是有目的,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给他儿子说个好媳妇。 说到这里有的看官就有疑问了, 这买骨丸和给他儿子说个媳妇有啥关系啊? 原来马老汉听人说, 现在要娶个好媳妇, 人家女方不光要看你家里是不是有钱, 还要看你家里是不是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才行。 马老汉本就是个大老粗, 他哪有什么文化呀, 为了让自己的家里看着比较有文化底蕴, 就整天跑到古玩铺子去买一些小物件摆放在家里。 还别说让马老汉这么一个百智, 他家里还真显得有那么一丝味道了。 吴是见马老汉整天摆弄这些没用的, 就嫌弃地说道, 你个死老头子, 整天往家里弄些瓶瓶罐罐的东西, 还说啥是古董, 还能给儿子说个好媳妇, 我看你就是不务正业, 也不怕家里招来了毛贼。 马老汉听着媳妇的唠叨就说道, 你个妇道, 人家懂什么? 这叫品位懂不懂, 咱家里的品位提高了, 到时候给咱儿子说个大家闺秀的姑娘, 人家庆家来家里一看, 这也有面子不是。 就算你把家里扫的事一尘不染, 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人家虽然有钱, 但没文化, 自己姑娘嫁过来, 估计要才受到委屈的, 还能把姑娘嫁给咱儿子吗? 还说招什么毛贼, 也不看看咱是干什么的, 衙门有名的不快, 要是有那个不长眼的毛贼偷到咱家里, 保证让他是有来无回。 吴氏听后就说道, 行了, 你就别吹牛了, 就你这条腿, 还能跑过人家小偷, 整天就知道吹牛。 虽然被接了痛处, 马老汉也不生气, 谁让接自己短的是自己媳妇呢? 自己以后还得让他给照顾着呢? 自己可不敢得罪他。 见自己说不过吴氏, 马老汉就没好气地说道, 哼, 我不跟争吵, 我去谷完铺子再逃换几件宝贝来, 然后马老汉就出门了, 一直到了傍晚的时候才回来, 正好碰到了从衙门回来的儿子马小宝。 到了第二天, 天气有些阴沉, 马小宝早早就去了衙门了, 到了中午的时候, 马老汉感觉自己的腿有些难受, 就让吴氏去药铺给自己的抓些药来。 吴氏随后就出门了, 只剩下马老汉一人在家里待着。 过了没一会的功夫, 马老汉就听到院子里有动静, 还以为自己媳妇回来了, 坐在凳子上也没有理会。 正当马老汉想喝水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马老汉心中纳闷, 自己媳妇回自己家, 怎么还敲门呢? 难道是其他的邻居? 想到这里, 马老汉就想起身开门, 这就在这个时候, 那条受伤的腿突然一痛, 让本来站起来的马老汉又坐了下来, 等痛意削减了一下, 马老汉才起身前去开门。 其实敲打马老汉家门的人, 并不是他的邻居, 而是一个小偷。 而且这小偷还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这姑娘早就盯上马老汉了, 因为马老汉经常去谷玩铺子买东西, 而且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所以这小偷就认为马老汉肯定是个有钱人。 所以就盯上他了。 其实他不知道是, 马老汉并不是真的有钱, 买的也不是什么名贵的物件, 只是一些不值钱的赚品而已。 这女费误以为马老汉家里挺有钱而已。 这女费进到院子里来先敲房门, 并不是他有礼貌, 而是他的一个计策, 如果有人开门, 自己就说自己是路过的, 想讨玩水喝, 如果没有人开门, 就说明这家里没人, 正好自己可以入室盗窃。 马老汉因为腿疼的缘故, 没有来得及开门, 让那个女贼误以为家里没人呢, 然后他就想进屋入时盗窃。 正好这个时候, 马老汉的腿疼也缓过来劲, 走到门前就开了门, 正好也是那女贼破门而入, 两人顿时差点没有碰了头, 场面异常尴尬, 马老汉一看这女子十八九岁的模样, 和自己儿子一般大, 长得是非常的漂亮。 于是就想问问这姑娘是谁家的孩子, 到自己家里来是有啥事啊? 可让马老汉没有想到的是, 那姑娘看到马老汉后,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让马老汉给下得六神无主。 因为马老汉之前在衙门做不快, 这脸上的表情异常地严肃, 那姑娘就颤声地说道, 我不是来讨碗水喝的, 这是周大强家吗? 马老汉根据以前当不快的经验来看, 这姑娘现在表情慌张, 语言不通顺, 指定是自己心虚, 肯定是有问题的, 不会是个小偷吧? 就在马老汉想再问问清楚的时候, 那姑娘扭头就跑, 这时候马老汉意识到不对, 这姑娘肯定有问题, 可自己现在腿疼得不舒服, 也不能上前去碾上那个姑娘, 问个明白。 眼看那姑娘要跑到大门, 马上就要出自己院子的时候, 突然停住了脚步, 让马要回来的吴氏给撞见了。 吴氏一看一个长相漂亮的大姑娘, 慌慌张张地从自己家里跑了出来, 就纳闷了, 啥情况, 自己刚出去一会的功夫, 怎么有个漂亮的姑娘从自己家里跑了出来呢? 于是就拦住这个姑娘, 询问她怎么会在自己家里, 要找谁呢? 这姑娘偷窃失手, 本来心里就一肚子火气, 现在还让一个大妈给拦住了去路, 于是就怒气冲冲地说道, 我是谁? 你问问你家里老头就明白了, 昨天在古玩街上商量好的, 今天让我来家里找他, 可他现在却说, 他家的那个黄脸婆一会就回来了, 非把我给撵走的, 你说这老东西不是耍我的吗? 说完那姑娘, 也顾不得听得目瞪口呆的无事, 一溜烟就没影了。 马老汉一听, 顿时就冲着那姑娘跑走的方向说道, 你个小姑娘怎么能乱说呢? 我啥时候叫你来了? 我都不认识你, 是你自己闯进我家里来的。 我看你心怀不轨, 就是个小偷。 这下好了, 让那姑娘这么一说, 马老汉是彻底地说不清了。 无事这个时候, 可不干了的, 把买来的药往地上一扔就哭了起来。 边哭还边骂道, 好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老娘辛辛苦苦去给你买药, 你却在家里老牛吃嫩草, 还让那个小狐狸精找到家里来了。 我说, 你把我支出去干什么? 是怕耽误了你好事啊。 马老汉见状赶忙过来给无事解释, 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姑娘, 更没有你想的那回事, 你快别哭闹了, 也不怕一会让邻居听到笑话。 无事听后就怒道, 你也知道要脸面呢, 早干嘛去了, 都把那小狐狸精带到家里来了, 还不让我说了呀, 我说你一直老往古玩铺子跑, 是去买什么古玩吗? 分明就是去找那个小狐狸精的。 马老汉见无事是越说越上瘾, 赶忙把他拉到了屋里, 然后把门给关上了。 到了屋里, 无事也没有消停, 说自己为了这个家操劳了大半辈子, 伺候老的, 伺候小的, 到头来你却给我戴了一个绿帽子啊。 马老汉没办法, 只好耐心地给自己老伴解释, 可无事现在正在气头上, 根本听不进去。 幸好这时候, 马小宝从衙门回家来拿东西, 听到屋里的吵闹, 赶忙进屋, 查看是什么情况。 马老汉见到儿子来了, 就像是见到救星一样, 赶忙把事情的经过给马小宝说了一遍。 还说那姑娘根本不是自己叫来, 根据自己多年办案的经验, 那姑娘指定是个小偷。 吴氏也拉着儿子的手说道, 儿啊, 可千万不要听你老爹胡说, 我最近就察觉这老家伙不对劲, 平日里不爱捣翅, 现在每天搭扮得干干净净的, 还老往古玩铺子跑, 你古玩街上的北面不是青楼吗? 这老小子指定是背着咱娘两个去了青楼了, 你说你都多大年岁了, 简直就是个老流氓。 马老汉听后就说道, 我穿得干干净净的, 是去了周秀才那里, 他有一个朋友, 家里有个闺女, 听说长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还很贤惠, 我是想让周秀才介绍他朋友认识一下的, 想撮合一下他闺女和咱儿子的婚事, 我去见人家周秀才, 总不能不修蝙蝠吧。 吴氏显然是不相信马老汉说的话, 依然是哭闹不止。 为了平息矛盾, 马小宝只能先把自己母亲送到自己老爷那里去了, 让吴氏在娘家冷静一下。 等安顿好吴氏之后, 马小宝又返回家中, 询问了自己老爹详细的情况。 马老汉就把事情详细的给儿子说了一遍, 还把那姑娘是小偷的猜想告诉了自己儿子。 之后, 马小宝就去了衙门了。 到了第二天一早, 马老汉就出门了, 马老汉想到街上去转悠一下, 看能不能碰到昨天冤枉自己的那个姑娘, 要是能找到最好, 要是找不到也当是让自己散散心了。 果然转悠了一个上午的功夫, 也没有碰到那姑娘的影子, 正当马老汉想回去的时候, 转头就碰上周秀才了。 之前在衙门做不快的时候, 马老汉帮着周秀才抓过偷到他财务的小偷, 后来两人就成了好友了。 周秀才也听说, 马老汉想给他儿子找个贤惠漂亮的媳妇, 正好自己朋友家里有个闺女, 长得貌美如花。 所以他就想帮着马老汉给说和一下, 可奈何他朋友经常外出, 前两天刚回来, 正好去找马老汉呢, 正好在街上就碰到了。 马老汉知道周秀才的来意之后, 心里非常高兴, 于是拉着周秀才就买了东西, 去了他朋友家里了。 这没一会的功夫, 两人就到了一处院子, 敲门之后, 有个和马老汉年纪相仿的老头开了门, 经过周秀才介绍, 这老头叫张德海, 是个木匠。 周秀才说明来意之后, 张木匠立马就把两人给带到里屋, 招呼起来。 到了张木匠的屋里一看, 马老汉就觉得这张木匠的闺女肯定很贤惠, 因为听周秀才说, 张木匠的媳妇早年间就得病过世了。 张木匠为了不让闺女受委屈, 就一直没有再娶, 和闺女两人生活, 现在这屋里被收拾得干净利落, 一看就是张木匠的闺女春月收拾的, 听周秀才说这春月模样长得也和俊俏, 这要是给儿子去回家当媳妇, 肯定不错。 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更何况周秀才两人还给自己拿了不少好东西, 现在正好也是到了饭点, 于是张木匠就让自己闺女赶快去弄几个菜。 这没一会功夫, 几个小菜就上来了, 马老汉看着桌子上的菜肴, 心里是乐开了花了, 这春月不仅是家务做得好, 这做饭也有一手, 看来这次自己没有白来, 一定要给儿子说成这门婚事。 于是马老汉就想看看春月长啥模样, 然后马老汉抬头一看就愣住了, 这春月竟然就是前天去自己家里, 还冤枉自己的那个姑娘, 她竟然是张木匠的闺女。 春月一看是马老汉, 也是吓了一跳, 手里端着碗, 差点没有摔了。 周秀才见状就说道, 老马呀, 不要整日板着一张脸, 你看都把人家孩子给吓住了。 马老汉本想说自己见过春月的, 但春月现在也回过来神一个口一个书地叫着, 弄得马老汉也不好意思再说起那天的事情了。 等饭菜上完之后, 春月就出去了。 马老汉心想, 既然春月是张木匠的闺女这就好办了。 自己可能判断错了, 春月不是小偷, 那天她说的可能就是气话, 一会自己把老伴叫到张木匠家里来, 给她解释清楚, 这事就算是过去了。 随后三人就吃喝起来, 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周秀才就开始做起了红娘, 说马老汉的儿子现在在衙门干活, 前途无量, 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想跟你结成亲家。 张老汉听后手一抖, 酒杯差点掉到地上, 随后就笑着说道, 一看马老弟就知道虎父无犬子, 找个时间, 咱们把两个孩子给叫到一块, 商议一下这个事情。 马老汉一听张木匠如此爽快, 心里大为高兴, 盲举着酒杯敬张木匠喝酒, 正当三人喝得痛快的时候, 突然张木匠的家里冲进来一帮捕快, 领头的正是马老汉的儿子马小宝, 这时候马老汉喝得都有些上头了, 看到自己儿子来了, 赶忙把他喊过来说道, 小宝,快来见过你岳父大人, 我给你小子找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张木匠一看一群捕快来到了自己家里, 而且还是来者不善, 赶忙是扔下酒杯就跑, 两名捕快见状是赶忙追了上去。 周秀菜就疑惑地说道, 小宝, 你干啥抓你未来的岳父啊? 马小宝就听后就说道, 哎呀,周叔, 这张木匠那是什么木匠啊? 他就是个小偷罢了, 那个春月也不是他闺女。 他也是个小偷, 正好让我给抓了一个现行。 原来自从上次马老汉给马小宝说了自己的遭遇之后, 马小宝就寻思开了, 觉得自己老爹说的有道理, 因为最近衙门报丢失案的, 大部分都说自己白天丢的东西, 以往都是晚上丢东西多, 现在正好反了过来。 自己老爹经常去古玩店买一些东西, 肯定是让有心的小偷给盯上了。 上次自己老爹说的那个姑娘估计就是小偷, 马小宝心想他们都是白天作案, 而且这小偷有贼不走空的规矩, 肯定还会再来自己家里的, 所以他才把自己母亲送到他老爷家里, 自己在家里守着。 马小宝的运气不错, 春月见马老汉竟然跑了自己这里喝酒, 那家里指定没人, 上次失手了, 这次正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 于是等他做完菜之后, 就赶忙去了马老汉家了。 没有想到让躲在暗处的马小宝和捕快给逮着正着。 根据春月的交代, 张木匠也不是自己老爹, 是自己的师父, 他也是个厉害的小偷, 所以马小宝才带着捕快匆匆地赶来的。 马老汉知道事情真相之后, 这酒意也没了, 没想到自己竟然想说个女贼给自己儿子当媳妇。 后来吴氏也知道了真相, 虽然上次的事是原谅了马老汉, 但给自己儿子找媳妇的事, 也不让他掺和了, 请了媒婆给自己儿子找媳妇, 看来这专业的事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呀。 一个话多的老头得了怪毛病, 为了看病, 竟然和大夫打起了赌, 最后输得很惨。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李大嘴打赌。 话说在古黄县的张家庄里, 有户人家, 户主名叫李铁城。 说起这李铁城, 算是在张家庄里比较出名的人了, 方圆十里八村, 没有人不认识他的。 这是因为李铁城年轻的时候, 是个走街串巷的货郎, 一张嘴是能说会道, 能把价值一个铜板的物件卖出两个铜板的价格, 因为他卖的东西质量也不错, 所以乡亲们对他还是比较认可的。 不过后来, 大家伙对李铁城就不怎么待见了, 因为李铁城年岁大了, 这走街串巷的买卖也不做了, 虽然这生意不做了, 但是李铁城这能说会道本事可没有落下, 整日在庄子里拉着别人唠嗑, 不管是男的女的。 这要是男的吧, 大家伙也没有啥意见, 但李铁城见到长得好看的老太太就走不动路了, 非得拉着人家唠上一回。 你老实这样搞, 别人家的老头就不乐意了。 对李铁城就有意见了, 不过都是一个庄子里的, 也都这么大年纪了, 虽说知道不会出什么事, 但这心里也隔应, 所以庄子里的人在背后给李铁城起了一个外号叫李大嘴。 这天李铁城正闲来, 吴氏在门口晒太阳呢, 就见一个老太太快步地走了过来, 李铁城一看, 这不是他们村里张大柱的媳妇春花吗? 像当年这春花也是女神级的人物, 虽然岁月无情, 在春花的脸色留下不少的痕迹, 但依然掩盖不住她的神采, 李铁城平日里就爱和春花在一块聊天。 看到春花快步地走来, 李铁城立马就站起身来说道, 大妹子, 看你这急忙慌的, 这是干啥去啊? 春花看到李铁城站起身来, 拦住了自己的去路就说道, 李大哥, 我今天有事, 咱们改天再聊, 对了, 要是我家那口子问你见到我了没有, 你就说没有见到。 说完春花就快步地走了, 李铁城看着春花离去的背影, 疑惑地坐了下来, 心想这两口子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 说起春花的丈夫张大柱在庄里, 也是一个出名的人, 这个家伙做什么事都好要面子,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庄子里不管谁家, 有个红白喜事, 不管主家有没有请他, 他都会凑过去随个份子。 为了这事张大柱和春花两口子没少吵架, 就在李铁城想着春花两口子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一个声音就传了过来说道, 李大嘴, 你有没有见我家春花呀? 李铁城虽然话非常多, 但他讨厌别人给他起的这个外号, 看到有人当面喊他的外号, 心里就不痛快了。 站起身来一看是张大柱, 就没好气地说道, 你才是大嘴呢? 你家的媳妇我怎么知道? 张大柱一看李铁城对自己爱答不理的, 就说道, 平日里见你没少和春花说话, 这关键的时候竟然掉链子。 李铁城一听就不乐意说道, 你自己的媳妇你看不好, 还赖我呀, 要不然让春花跟着我过的了。 张大柱一看李铁城在胡说八道, 心里也来气了。 本来这平日里, 张大柱就不乐意自己媳妇跟李铁城聊天, 现在听他这么一说, 就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张嘴, 早晚出毛病, 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 李铁城一看张大柱走了, 又继续坐下来晒太阳。 没一会地攻附李铁城的门口, 就来了几个闲来无事的老头老太太。 李铁城一看来人了, 这精神头也来了, 跟其他的人又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 可到了第二天就出事了, 李铁城一觉醒来, 就感觉自己嘴疼得厉害, 连早饭也不敢吃了, 只喝了一碗西粥, 就赶忙去了回春堂了。 回春堂的孙郎中医术是非常的高明, 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治的, 而且诊费也不贵, 所以乡亲们一般有了什么疑难杂症都喜欢到孙郎中, 哪里诊治。 李铁城见到孙郎中之后就说道, 孙郎中你赶快给我看看, 我嘴疼得厉害, 连饭也吃不下了。 只能喝些西粥了。 孙郎中见李铁城捂着半边脸就说道, 你张嘴我看看。 李铁城赶忙把嘴巴给张开, 孙郎中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李铁城是得了口腔溃疡了。 孙郎中看了一番, 就坐到椅子上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水就谈谈地说道, 你这病我不给你治。 李铁城一听, 就不乐意问道, 凭啥不给我治啊? 孙郎中慢悠悠地说道, 你这个人不听话, 我说, 让你怎么做, 你又不怎么做, 不配合, 我怎么治啊? 就说上次吧, 你喝大了酒, 在我这里醉了一天一夜, 才醒过来。 我告诉你, 以后不要再喝了, 谁知道三天后, 你又喝醉了, 在我这里又睡了一天一夜。 李铁城听孙郎中这么一说, 老脸一红, 就说道, 前两次是特殊情况, 碰到多年的好友叙旧, 这不就喝多了吗? 孙郎中您放心, 这次我保证听话, 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孙郎中摆摆手说道, 我不信你, 如果这次还跟上次一样, 你不听话这病再严重了, 我到时候也治不好了, 岂不是砸了我的招牌? 李铁城一听, 就急了说道, 孙郎中你放心, 这次我保证听话, 快点给我治治吧。 孙郎中就说道, 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打个赌, 就赌你半个月之内除了吃饭外, 不能开口多说一句闲话, 赌金是一两银子。 李铁城可是一个话牢, 半个月不能开口说话, 非把自己憋死不行, 可是看到孙郎中轻蔑的眼神就一咬牙说道, 行。 孙郎中健壮就说道, 好, 正好承信当铺的王掌柜也在我这里瞧病, 咱们就请他做个中间人各自把一两银子放在王掌柜那里, 你要是食言的话, 这一两银子就是我的了。 李铁城就说道, 好, 然后就从怀里拿出一两银子给了王掌柜, 孙郎中也把一两银子给了王掌柜。 王掌柜接过银子后, 就给他们两个写了赌约, 李铁城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后就气哼哼地回家去了。 不过, 等李铁城到家之后, 一想不对, 自己是看病去了, 这病还没有看呢, 打了一个赌回来了, 这算是怎么回事, 然后又去了回春堂。 等李铁城赶到回春堂门口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进去了。 这个人就是春花了, 李铁城那闷春花身体看起来好好的, 干嘛来找孙郎中啊? 难道是张大柱那个家伙欺负春花了? 不行, 自己得瞧瞧, 然后就躲到了一旁巷里瞧。 只见孙郎中把一包药物递给春花说道, 大妹子, 你放心, 虽然我不是兽医, 但是你把这些要偷偷地混在喂牛吃的草料里, 我保证你家的牛是越吃越瘦的。 春花一听, 是高兴地说道, 这样最好了。 谢谢您了, 孙郎中。 这让躲在一旁, 偷听李铁城就不谈定了, 心里就疑惑开了。 什么情况的? 别人家的牛都是想着怎么把他挤养得越来越壮实, 春花怎么想这把他家的牛给喂兽呢? 而且孙郎中不但不拦住, 还给春花要。 这不是用医吗? 刚想进门斥责孙郎中的时候, 突然又想到自己刚和孙郎中打了赌, 自己一张嘴说话就算是输了, 然后又赶紧把嘴给闭上了。 看到春花出来了, 李铁城是赶忙躲到了一边, 然后偷偷跟春花走了。 他想等自己弄清楚了孙郎中搞的什么鬼把戏, 然后再当众揭穿孙郎中, 解一下自己的心中之气。 等春花到了家里之后, 见到张大柱没有在家, 就把从孙郎中那里取来的药 偷偷地放在了牛的草料里。 没过几天春花家的牛果然是瘦了下来, 而且连皮毛都没有之前的光泽了。 李铁城看了之后, 心里就很纳闷, 春花家里还有五亩地要耕种, 他两个儿子都不在家, 全靠着家里的那头老黄牛干活呢, 把牛给喂成这样还怎么干活呢? 不过这话说回来, 孙郎中果然有两把刷子, 说让这老黄牛瘦下来, 果然就瘦下来了。 这两天没有说话的李铁城可憋坏了, 见了人也不说话了, 别人给他打招呼他只能直指自己的嘴巴。 然后用手给人比划一下, 意思自己现在不能说话, 其实他也想说, 但还是心疼他的一两银子, 这万一孙郎中一觉真到自己庄子里来询问, 自己不光是输了钱, 还输了脸面, 所以李铁城心里憋着一口气, 不到半个月自己就是不说话。 这天李铁城闲来无事, 又坐在门口晒太阳, 突然就听到有吵闹的声音, 起身一看, 原来是张大柱正拉着他家的老黄牛走呢。 春花还在后面哭声地说道, 你个败家的老头子, 家里就剩下这头牛了, 你不能把他给卖了呀。 张大柱就说道, 你少管闲事啊, 咱啰嗦小心老子把你也给卖了, 说完就拉着老黄牛走了。 李铁城本来还想过去说道说道张大柱的, 不过又想到自己和孙郎中打得赌, 顿时就没了想法了, 自己不能说话, 过去之后不是添乱吗? 然后李铁城就悄悄地跟着张大柱去了集市。 等到了之后, 张大柱就把牛拴在了一个柱子上, 然后就开始吆喝起来。 前后来了几拨买牛的主户, 不过看到张大柱的老黄牛, 瘦得一副皮包骨头的样子就没了兴致, 都走了。 这一上午的功夫, 也没能把老黄牛给卖出去, 然后就牵着牛回家了。 等到了家之后, 张大柱就怒道, 春花你怎么喂的牛, 这老黄牛让你喂的都瘦成什么样了? 都没人卖。 春花一听, 就说道, 这也不能怨我呀, 我是正常喂的, 这老黄牛在咱们家出了这么多年的力了, 你怎么忍心把他卖了呀? 我看是这老黄牛有灵性, 知道你要卖他, 他才故意不吃不喝的。 躲在门外偷听的李铁城, 听春花这么说, 就想凑过去说两句, 可是一想到自己和孙郎中打得赌, 就把想说的话给憋到了肚子里。 这之后几天张大柱又把老黄牛迁到集市上卖过几次, 可是都没有卖出去。 李铁城非常想问问张大柱, 为啥要把他家的老黄牛给卖了, 可自己不能说话, 憋得不行。 这天李铁城刚想出去晒太阳的时候, 张大柱就进了他家了, 见面就说道, 李大哥,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李铁城见到张大柱来找自己借钱, 刚想说没有的时候, 又想起了自己半个月不能说话的赌约, 这才过了八天, 还有七天的时间呢, 张开的嘴又赶紧递上了。 张大柱见状就解释道, 李大哥, 你也知道, 我是好面子的人, 这不前段时间, 我表执要办喜事, 我都答应, 要给随上十两银子的份子钱。 可是家里的钱实在不多了, 就想着把老黄牛给卖了, 没想到那头老黄牛让春花给喂的瘦骨临巡的, 根本就卖不出去啊。 听张大柱说完, 李铁城是终于明白张大柱为啥要把他家的老牛给卖了。 这是用自己钱给人家随份子呢, 这个家伙真是没救了, 自己也没那么多钱呢, 可是自己不能说话, 怎么给他说呢? 李铁城灵机一动, 就指着自己的嘴, 胡乱地比划了一通, 然后又摇了摇头。 张大柱一看脸色一红, 就说道, 李大哥, 你是说你嘴有毛病了, 看病花了不少钱, 没钱借给我了。 李铁城一看张大柱误解自己的意思了, 不过听他给自己说的也挺好, 就使劲点了点头, 然后又瞪了张大柱一眼, 意思就是我嘴上有毛病还不让你小子给咒的。 张大柱好像也看明白李铁城的意思了, 老脸一红就赶忙走了, 然后又去别人家借钱了。 可是大家伙知道张大柱借钱, 是为了充面子的时候没人愿意借给他。 张大柱一看得自己没钱, 还随什么份子啊, 表直的婚礼也甭参加了, 感到自己很没有面子, 就到外省找他两个儿子去了。 等张大柱走了之后, 春花就拔给老黄牛下的要给停了, 过了六七天的功夫, 这老黄牛吃得又壮士起来。 转眼这半个月的时间就到了, 早已经憋不住的李铁城一大早就到了回春堂了。 等到了之后, 立马就开口说道, 孙郎中, 怎么样, 这次我可是半个也没有说话了, 不信的话您可以到村里打听一下, 我那天也是没有说过话的。 孙郎中听后就说道, 不错, 这次打赌你赢了, 你确实半个月没有说话。 李铁城一听, 就赶忙说道, 那你赶快给我给我看病吧。 孙郎中笑着说道, 你这病现在不用看了, 现在好了。 李铁城一听, 赶忙用舌头感觉了一下自己疼痛的地方, 果然不疼了。 就说道, 既然我这病好, 而且我打赌还赢了, 那你就愿赌服输, 咱们找王掌柜的把你的一两银子给我就行了。 巧的是这个时候, 王掌柜也来了, 还听到了孙郎中和李铁城的对话, 就笑着说道, 这银子我带来了。 说着就把二两银子放在了桌子上。 孙郎中拿起桌子上的银子说道, 虽然咱们两个打赌, 是你赢了, 不过我治好了你的病, 这诊费是二两, 所以这银子还是我的。 说完就把银子给放起来了。 李铁城一看就不乐意说道, 孙郎中, 你啥时候给我看病了, 我的嘴疼是自己好的。 孙郎中听后淡淡地说道, 你知道你为什么嘴疼吗? 一是你的话太多, 二是脾气不好, 伤了肝火, 时间一长就容易地溃疡。 我不让你说话, 就是给你治病, 给你打赌, 为了让你更好的不说话。 李铁城一听就不乐意地说道, 孙郎中, 你早说这是给治病的法子啊, 这半个月可把我给憋死了。 这个时候, 王掌柜笑着说道, 孙郎中, 我记得上次的也是有个人得了溃疡, 你不是让人三天不说话就好了吗? 孙郎中一听就笑着说道, 哈哈, 王掌柜你可真会给我拆台啊, 不错这溃疡一般三五天的就好了。 李铁城一听就怒道, 孙郎中那你为什么让我半个月不说话, 这不玩我的吗? 孙郎中笑着说道, 你这情况特殊, 上次你醉酒, 你儿子把你送来的时候就问我,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你少说一些话? 他说整日里让你乱得头疼,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次你来看病, 就趁此机会, 让你少说一些话。 怎么样你儿子现在不烦你了吧? 李铁城一想, 还真的是这样, 自从这段时间自己不能说话之后, 自己儿子和儿媳对自己明显的好了很多。 从这之后, 李铁城的话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他李大嘴的外号也没人再叫了。 咱们常听说过的一句话就是,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每个人在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一些难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需要找亲戚或者朋友帮忙了, 借个钱, 或者借个东西什么的, 更有些不怀好意的, 还有借人家老婆的。 如果您没有听说过, 可以翻找一下之前说的故事看一下。 这次咱们要说的故事, 是一个要借人家老爹用的。 您说, 一个老头借来有啥用呢? 这个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借爹。 这个故事发生在济南府, 有一个地处偏僻, 背靠大山的村子, 名叫靠山村。 村里有户人家, 户主名叫张来福, 老爷子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媳妇走得早, 为了不让自己儿子张长顺受到委屈, 张来福就一直没有再娶。 张长顺这小子也是非常争气, 十七八岁的时候, 村里的小伙伴都忙着说没娶媳妇呢, 他却跟着年长的同乡去了城里打拼。 因为他们村子比较偏僻, 有很多的山路比较难走, 而且离城里也比较远, 所以张长顺基本很少回来看他老爹, 一心干活挣钱, 想着以后过上富裕的生活, 把自己老爹也接到城里来住。 还别说, 张长顺这小子吃苦能干, 每两年就攒下了一些钱财, 用这些钱财在同乡的帮衬下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由于张长顺为人实在, 从不做那种坑蒙拐骗的生意, 慢慢的他的小买卖越做越大, 还在城里买了大房子, 娶了一个漂亮贤惠的城里姑娘做媳妇。 这期间, 张长顺多次把自己老爹接到城里来住, 可结果都是没住几天的功夫张德福, 就嚷嚷着要回去, 说自己在老家住得挺好的, 环境也熟悉, 乡亲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得很开心, 在城里住的房子是不小, 但这里的人自己一个也不认识, 想着跟人打个招呼吧, 别人一看自己那么土, 都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 搞得自己非常尴尬, 一点也不舒心, 还不如回老家呢。 张德福这么一说, 张长顺顿时就想起了自己刚来城里的场景, 确实和城里人相处得费些功夫, 自己年轻没啥, 但自己老爹年岁大了, 这脸面对他是很重要的, 而且张长顺知道自己老爹从自己记事的时候就是个要面子的主, 既然自己老爹住不惯, 只能答应他回老家了。 不过为了能让自己老爹住得舒服一些, 张长顺就自己家以前的小破房子给重新盖成了一个大院子, 这让村里人都非常羡慕张德福生了一个好儿子。 这天张长顺坐着马车从城里买了不少的好东西, 拉到了自己的老家, 有什么床、柜子、桌子、板凳全给换成新的了。 众人健壮纷纷搭把手帮着把新家具抬到新院子里。 都说张长顺这小子是个孝顺的孩子。 张德福见状却说道, 你小子怎么还是买了这些东西了? 我上次不是告诉你, 不让你买,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张长顺听后笑着说道, 爹, 以前的那些老家具都用了几十年了, 你赶紧扔了算了, 这新盖的房子, 家具当然都得换成新的了。 张德福见这新家具都已经搬到屋里了, 他也没啥没法了。 张长顺见自己老爹对新家具没啥问题了, 就说道, 爹, 这些年你自己一个人过得挺辛苦的, 我打算让媒婆给你说个媳妇, 你觉得怎么样? 张德福一听, 自己儿子要给自己再找个老伴, 顿时就跳起来说道, 你小子不要乱来啊, 我自己一个人生活得好好的, 何况我年岁都这么大了, 还找什么老伴啊? 张长顺听后就说道, 爹, 你也知道你年岁大了呀, 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 我们又不能经常陪在你身边, 你身边又没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我怎么放心的下呢? 这时候帮着搬东西的张二狗和张二龙听后, 就大话说道, 德福大伯长顺哥说得对, 该让他找媒婆给您老说个办, 再说了你们家现在也不差钱啊。 张长顺听到两人的搭话, 虽然是替自己说话, 但还是冷着脸色说道, 我们家的事就不用你们两个小子操心了。 张二狗和张二龙吃瘪之后, 兴兴地搬着东西走了。 等东西都收拾完, 新院子配上新家具, 整个院子都显得亮堂堂的, 让村里人是非常羡慕。 张德福听着大伙赞美的话, 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 张长顺见自己老爹高兴, 他心里也是高兴。 于是就回到了城里, 去找媒婆给自己老爹说说, 看有没有合适对象了。 这时间一晃就过了半个月了, 这天媒婆找到了张长顺说道, 给他老爹找了一个合适的对象。 张长顺听后很是高兴, 决定回老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老爹。 然后他就驾着马车, 花了两个时辰的功夫回到了靠山村老家。 到家之后发现院子门没锁, 进去一看自己老爹并没有在家。 张长顺心想自己老爹可能出了, 自己就在屋里等他一会吧。 可等他进屋之后就愣住了, 因为这屋里之前放得好好的茶几不见了, 而且自己买的那几把上好木料的椅子也没了踪影, 屋里还显得非常混乱, 就像是让人给打劫了一样。 看到这里,张长顺心里就慌了, 难道是自己那天搬东西的时候太招摇, 让歹人给惦记上了不成。 想到这里,张长顺心里就猛然一惊, 要真的是自己家里遭了贼, 那自己老爹岂不是也遇到了危险? 张长顺赶忙冲出屋外大喊自己老爹的名字。 可还没喊两句呢, 他就让人从后面给捂住了嘴巴。 张长顺心想完了, 自己也让歹人给发现了, 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张长顺胡思乱想的时候, 就听到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说道,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在这里乱喊什么? 听到这两句话, 张长顺这才放下心来说道, 爹,你咋回事啊? 家里被偷了你不知道啊。 张德福拉着张长顺小声地说道, 你瞎说什么呢? 赶快跟我回家。 说完不由分说的, 拉着张长顺就回家了。 到了之后, 张长顺就问道, 爹,咋回事啊? 我这前段时间, 给你买的东西呢? 这时候, 张德福红着脸说道, 咱家其实没有进小偷, 家里的茶几和板凳, 让村里的张二狗给借走了。 张长顺听后惊呼道, 啥, 让张二狗给借走了, 为啥借给他呀? 您不是不知道, 我从小就讨厌张二狗和张二棱他们两个, 小时候没事总仗着他们人多欺负我, 现在看我混得好又来巴结我, 这种人怎么还能借他东西呢? 我买的东西可是挺贵的, 这要是弄坏了, 他们能赔得起吗? 说着, 张长顺就要去张二狗家里把东西给要回来, 不过他却让张德福一把给拉住说道, 胡闹, 这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现在的还记得那么轻干什么? 再说了二狗, 那小子长大后就懂事了。 平日里还帮我挑个水什么的, 今天是他相亲的好日子, 就是把家具借过去冲冲门面的, 事后就还了, 你去人家家里这么一闹, 人家还能相成功了吗? 张长顺听后就说道, 那这小子不是打肿脸冲胖子欺骗人家吗? 不行我得去拆穿他的伎俩。 张德福一看就急了说道, 胡闹, 这老话说, 宁差十座庙, 不悔一专婚。 你要是去了,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见自己老爹真的生气了, 张长顺也就没去张二狗家里, 本来要给自己老爹说个媳妇呢, 现在出了这么一档子时, 张长顺也没有给自己老爹说, 气呼呼的就走了。 按理说这都是相礼相亲的, 自己换好了, 能帮忙的就帮些, 为啥张长顺那么讨厌张二狗和张二冷两个呢? 咱们前面说了一句, 这小时候, 张长顺家里过得并不是很好, 身子骨掌的瘦弱, 虽然比张二狗和张二冷大上两岁, 但个头却没有两人高, 所以就经常受到两人的欺负, 这也是让张长顺早早离开村里的原因。 虽然自己现在混得不错, 但张长顺就是看他们两个不顺眼, 现在自己老爹还把家具借给了张二狗, 所以张长顺的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 到家之后, 张长顺就把这个事情给他媳妇春花说了。 春花听后也是劝张长顺不要这么小气。 毕竟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就不要一直在想着了。 可张长顺就是过不去这个坎, 给他老爹找对象的事也就这么黄了。 而且张长顺一赌气, 半年没回老家, 看过他老爹了。 这眼瞅着快过年了, 春花就对张长顺说道, 你这都半年没回去过了, 把公公一个人扔在老家你也放心, 赶快买些年货给公公送过去吧。 这次我也跟你回去, 给你们也两个解一下矛盾。 张长顺听自己媳妇说的在里, 就买了不少的年货, 拉着给自己的老爹送去了。 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大雪, 他们这里本来就不好走, 现在一下雪, 这路就更走了。 本来两个时辰的路程, 硬生生地走了三个时辰。 等两人还没有到村子的时候, 就听到村里放着鞭炮, 还敲着鼓险的好不热闹。 张长顺就对春花说道, 估计是谁成亲呢? 弄出的动静还不小呢? 春花听后笑着说道,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等给你们也两个解开矛盾, 我得去喝杯喜酒去。 说着张长顺就驾着马车, 赶忙朝家里走去, 可他越走越不对劲, 这鞭炮锣鼓声 都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 而且自己家里是张灯结彩彩, 一看就是要成亲的样子。 张长顺看了一眼春花, 心里顿时就迷糊开了。 咋回事啊, 难道自己老爹瞒着自己 给自己找了一个后妈? 按说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派个人和自己说一下的。 自己怎么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啊? 张长顺就赶忙问 春花知不知道咋回事。 春花更是一脸猛, 说自己根本就知道是咋回事, 也没有接到什么通知。 这下张长顺就急了, 赶忙从车上跳下来, 跑进自家院子里, 找自己老爹问问这到底啥情况啊。 春花也跟着下车看看啥情况。 等他们两个进了院子之后就更猛了, 除了自己人认识的几个人之外, 其他的人张长顺一个都不认识。 就在这时候, 一个大妈见到张长顺笑着说道, 小伙子你也是来随礼的吧, 我看你拉着一车的东西, 还真不少呢。 张长顺就疑惑地问道, 随礼, 给谁随礼, 今天是谁成亲呢? 那大妈听后笑着说道, 哟, 你这小伙子拿大妈取乐, 是不是? 当然是张二棱成亲了, 人家二棱子是年少有为, 你看这村里面有谁家房子盖的, 有他家的气派啊。 听着大妈说完, 张长顺心里大概猜出一些什么东西了。 刚要发火的时候, 张二棱这时候突然从一旁冲了出来, 拉着张长顺道一边说道, 长顺哥, 你听我给解释。 张长顺恶狠狠地盯着张二棱说道, 行啊, 今天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今天咱们这事就不算完。 张二棱就说道, 长顺哥, 你看我今年都快三十了, 好不容易说了一个姑娘, 那女方家里是个要面子的人家, 请了不少的亲戚来, 所以我就找张大伯借你家的院子成个亲, 你放心, 成亲之后, 我立马就和我媳妇搬走的。 对了, 到下个月, 我老岳父郭寿辰, 还得借用一下你们家的院子。 听到这里, 别说这张长顺了, 一向脾气很好的春花, 听到张二棱说完, 这心里也不是很舒服, 那有这样的人啊。 那这以后, 他家过个什么事, 还不得用自家的院子, 那这院子到底是自己家的, 还是给他们提供方便的呢? 就在张长顺发火, 想让张二棱从自己家里搬走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一个人大声地说道, 不好了, 快来人呢, 张大伯晕倒了。 张长顺顺着声音赶忙朝着外面看去, 就见自己马车旁倒下了一个老头, 身形有些熟悉, 张长顺赶忙跑过去一看, 果然是自己老爹。 张长顺就问这到底是咋回事, 就听一个乡亲说道, 张大伯看到你的马车, 一激动就倒下了。 张长顺心里明白, 自己老爹要面子, 看到了自己的马车, 知道肯定是自己回来了, 看到自己把房子都借了出去, 肯定不愿意, 肯定会去大闹人家的婚礼, 这样一来, 自己的老脸往哪阁呀? 所以这一激动就昏倒了。 这时候, 就见村里五爷到了跟前, 大喝一声二愣子, 赶忙把你张大伯抬到马车上, 到城里去找郎中。 张长顺也让五爷这一声给惊醒了, 对啊, 现在就自己老爹要紧, 其他的事情回头再说吧, 众人把张德福抬到马车上, 不过出村没多远就停下了。 原来这路上积雪严重, 马不走了。 这下张长顺就急了, 这可咋办呢? 这时候, 五爷就说道, 二愣子还不下去叫人帮忙。 二愣子听后赶忙跑着去村里喊人了。 这没一会的功夫, 张二狗带着村里的小年轻就跑来了。 五爷简单说明了情况, 张二狗听后就说道, 搁几个, 咱们把张大伯背出村子, 到前面的小集市上路就好走了, 到时候再找辆马车就行了。 说干就干, 张二狗一马当先背着张德福就往前跑, 这期间张长顺也背了他老爹一段路, 可他没怎么干过活, 这力气没有村里小伙子的力气大, 没背两步就让张二龙给接了过去。 这一路上换了好几拨人才到了集市, 众人赶忙租了一辆马车去了医馆。 到了医馆, 张长顺又发愁了, 原来他来的时候钱都买了年货哦了, 没钱给他老爹交医药费了。 这时候张二棱拿出几个红包说道, 长顺哥这是我的份子钱, 先拿着给张大伯治病吧。 张长顺这时候看着穿着新郎服的张二棱, 心里充满了感激。 这时候五爷说道, 行了,不要感激了, 咱们村里那个不是相互帮助的, 谁家还没遇到过男士啊。 张德福幸好送来得及时, 经过郎中的诊治, 下午就醒了过来。 五爷一看张德福醒了过来, 就说道, 行了,老张也醒了, 二愣子还得回去成亲呢, 长顺你就在这里的看着你爹吧。 张德福一听就说道, 我没事了, 就是看到我儿子的马车, 怕这小子冲进去捣乱, 一激动就昏倒了, 现在没事了, 我还得回去喝二愣子的喜酒呢。 这时候张二棱对张长顺说道, 长顺哥, 你看现在张大伯也没事了, 我能不能再找你这样东西。 想起之前众人和立碑自己老爹的情景, 张长顺早把之前的不愉快忘干净了, 对张二棱说道, 行, 借啥你说。 张二棱挠着头说道, 我想借张大伯用一下。 张长顺一听就猛了, 不光是张长顺猛了, 随行的挤人也猛了, 这张二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张二棱见众人疑惑就赶忙说道, 你们别误会, 我借张大伯是想让给我主持婚礼的。 众人听后, 这才是然, 张长顺听后说道, 借, 这爹必须借给你。 众人疑走路的区块钱。 众人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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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疑,